看血型就能预测疾病 A型、B型、AB型、O型 哪种更容易患癌 老杨今年刚刚退休 身体一直算健康 一次偶然的家庭聚会上 亲戚聊起了血型和健康的关系 小侄女说 听说A型血容易得癌症 尤其是胃癌 咱们家有A型血的吗 大家都面面相去 老杨默默举起手 我就是A型血啊 那我是不是要小心了 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老杨自己也开始担心 心想 难道光凭血型就能看出谁容易得癌症 他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也没听医生提起过 血型真的能预测癌症风险吗 一、A型血与胃癌 节肢肠癌的关联 关于血型和癌症风险的关系 A型血和胃癌 节肢肠癌的关联一直备受关注 多项研究表明 A型血人群患这些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相对较高 比如 相关数据指出 A型血人患胃癌的风险比其他血型高出约20%至25% 而节肢肠癌的风险也比非A型血人群更高 A型血和消化道癌症的关联可能与其特有的抗原特性有关 A型血的人体内有一种特定的抗原 这种抗原可能影响胃黏膜的微环境 使其更容易受到幽门罗杆菌等致癌因素的影响 幽门罗杆菌是导致胃癌的主要诱因之一 A型血人群可能对这种细菌的抵抗力较弱 因此更容易患胃癌 此外研究还发现 A型血人群的消化道细胞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更容易突变 从而增加癌症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这些研究表明A型血人群在化癌概率上有一些劣势 但血型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 真正的癌症风险受生活方式 遗传因素等多重因素影响 因此 A型血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因此焦虑 而是要注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减少其他致癌因素的干扰 2.AB型血与肝癌 中风风险更高 AB型血的人群在健康上可能有一些特殊风险 尤其是在肝癌 中风和血栓形成方面 研究表明 AB型血的人患癌癌的风险比其他血型更高 有数据显示 AB型血人群患癌癌的风险比非AB型血高出约42% 此外 多项研究发现 AB型血的人在中风和血栓形肠上的风险也高于其他血型 为什么AB型血与这些疾病存在关联? 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与血液凝固机制有关 AB型血人群的血液中含有较多的凝血因子 特别是一种可以加速血液凝结的蛋白质 这种凝血因子虽然有助于伤口愈合 但在血管中容易形成血栓 血栓一旦形成 就会阻碍血液正常流动 增加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中风和血栓风险偏高 肝癌方面的风险则可能与AB型血的免疫特性有关 AB型血的人在免疫系统上有一些独特的反应机制 容易受到炎症和慢性感染的影响 比如慢性肝炎或肝硬化 这些都是肝癌的重要诱因 此外 AB型血的抗原可能与某些致癌物质有特殊的结合方式 增加了癌细胞的生长机会 从而提高肝癌风险 面对这些潜在的健康隐患 AB型血的朋友应特别注重预防措施 首先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至关重要 因为这些都可能加重血管和肝脏的负担 其次 定期检查血压 血糖和血脂等健康指标 对于中年和老年AB型血人群来说 每年进行心血管和肝脏的专项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AB型血在某些疾病上可能有较高风险 但通过科学的健康管理和定期体检 这些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重视生活方式 合理预防 这才是每个人保持健康的关键 3.B型血的性欲 B型血被称为性欲血型 是因为多项研究发现 B型血人群在患一些癌症方面的风险较低 相较于A型血和AB型血 B型血似乎在癌症风险上略胜一筹 这让许多B型血的朋友稍感安慰 但是 B型血人群在降低癌症风险的同时 却在另一项健康风险上显得不那么幸运 糖尿病 糖尿病是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的慢性病 特别是I型糖尿病 B型血人群的血糖代谢能力较弱 可能更容易出现血糖波动 容易诱发糖尿病 B型血人群更易患糖尿病的原因之一 可能与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关 B型血人群体内的细胞 对胰岛素的反应可能相对较弱 导致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 久而久之就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 这是二型糖尿病的前兆 此外 B型血的人更容易因饮食习惯导致血糖不稳 例如偏爱高碳水化合物或高脂肪的食物 可能让它们的一线承受更大压力 加剧糖尿病风险 因此 对于B型血的朋友来说 控制血糖 预防糖尿病尤为重要 首先 日常饮食要格外注意控制糖分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除了饮食 B型血人群也应注重运动 运动是有效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方法 另外 定期检查血糖是必要的预防手段 B型血的朋友可以每年进行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尽管B型血在癌症上可能更幸运 但在糖尿病方面却需要格外警惕 无论是什么血型 良好的生活方式始终是保持健康的基础 四 包型血的健康优势 包型血常被称为健康血型 因为研究发现与其他血型相比 包型血的人在某些疾病上有独特的健康优势 科学家推测 这可能与油型血的特定抗原结构有关 使得癌细胞难以在其体内立足 从而降低了患癌的几率 除了癌症 包型血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风险也相对较低 研究表明 包型血人群的心脏病和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其他血型 心血管疾病通常与血液凝固有关 包型血的人血小百年负性较低 因此包型血的这一优势 帮助他们在心血管健康方面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不仅如此 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 包型血的人在某些传染病面前似乎也有更强的抵抗力 虽然这个优势并不绝对 但也让不少包型血的朋友对自己的免疫力感到小小的自豪 不过 虽然包型血在某些疾病上确实有较低的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放飞自我 欧型血的健康优势只是相对而言 并不是绝对的免疫顿 如果欧型血的人长期缺乏运动 饮食不健康 经常熬夜 依然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虽然欧型血在癌症和心血管病上有一定的优势 但健康检查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潜在的健康隐患 做到早预防 早治疗 五 生活方式才是关键 研究发现 不同血型在癌症 心脏病等疾病上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差异 然而 血型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 真正决定健康的还是日常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A型 B型 AB型 还是O型血 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给身体带来巨大负担 例如 经常食用高糖高脂的食物 缺乏锻炼 不规律作息 这些习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 即便是具有健康优势的O型血也难以逃脱 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远远大于血型本身 研究表明 健康的饮食 适量运动 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身体活力的三大基石 另外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健康同样重要 因此 事实释放压力 保持心理健康 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健康习惯 不论血型如何 保持身心的平衡都能让身体更强壮 少生病 体检也是必不可少的 定期体检能够帮助我们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隐患 从而进行早期干预 这对预防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慢性病至关重要 体检是一种保障措施 不要因为拥有某种健康血型而忽视它 总而言之 血型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潜在的健康倾向 但日常的生活方式 才是真正决定我们健康的关键因素 研究表明 血型与健康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 不同血型在癌症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风险上可能有所差异 然而 这些风险差异只是统计上的关联 血型并非决定健康的唯一因素 血型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但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真正的健康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 合理饮食 适量运动 规律作息和良好心态 是每个人都应重视的健康基础 饮食上应多摄入富含抗氧化剂的蔬菜水果 适量运动能增强体质 规律的睡眠让身体得到充分修复 良好的心态则有助于免疫系统维持平衡 远比血型因素更为实际 无论是A型 B型 AB型 还是O型血 健康的生活是我们真正的护身符 血型或许能提醒我们关注某些健康风险 但它并不是命运的决定因素 科学管理生活方式 保持良好的健康习惯 才是让我们长久保持活力的根本之道 成长久保持生产肉 在决定水果 我们进入决定的决定 为宣定的决定 这段决定的决定 我们下一个决定的决定